目前的局势基本上已经明朗了 那些隐藏在暗处的阴谋诡计 也都渐渐地浮出水面 需要小黑帮忙监控工作 也大多可以转移到鹰组织 苏菲也因为自己不用再操心 而感到非常的高兴 不需要 你修炼的时候 我待在你身边就可以了 小黑摇摇尾巴 想要我快些进阶 不如多来点好酒吧 她的眼中闪着小星星 满是期待 苏菲狠狠地蹂躏她一下 才说道 放心 从现在开始 只要你需要多少酒都没有问题 不过为了更好喝 你还得多出一点力啊 有小妖在精神界里重人参 黄金之类的极品药材 加上小黑的时光流逝魔法 想要酿造更好的酒 并非难事 那当然了 小黑伸出小爪子挥了挥 为了美酒 她豁出去了 小黑 你不要光说不练 小妖撅着嘴 闷闷不乐 怎么了小妖 你看起来好像有心事啊 苏菲发现小妖的情绪好像不高 往常这个时候 她一定会好好嘲笑一番小黑胆 我不喜欢你的那个马杰老师 她总是问来问去的 比詹妮还要烦 我快被她烦死了 小妖叶脸的修剪 本是没有见过的植物 她全要问个没完没了 苏菲笑起来 说起来马洛祭司还真是个植物专家和研究星人才 让她住在妖精界里本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可是却没有想到她住得开心之极 几乎连睡觉都睡在小妖画出来的植物园里 而且她还天天要求小妖把小谷给她看看 可是小妖当然不会同意了 她从不妥协 半眼都不给她看 也可能正因为如此 小妖才会如此郁闷 这个人也太欺而不舍了 别急 爷不是有消息了吗 苏菲安慰道 德鲁家主告诉苏菲 她已经找到亚历克斯谈过了 当然是用那种旁交侧妻的方法 她发现目前亚历克斯仍然在忧虑粮食问题 对于苏菲来说是个不错的消息 只要能听到大块头的吃法 那么与亚历克斯大叔合作的可能性 就会大上不少 等我们跟亚历克斯大叔谈妥的时候 就让她把马洛基斯带走 苏菲看着郁闷的小妖 接着说道 如果你真的受不了她 我们先把她放出来吧 让罗比尼奥总管看着她 小妖有些无奈 算了 还是我看着比较好 反正在妖精界里 她不可能离开我的视线 不过 你想好怎么跟亚历克斯谈了吗 苏菲点点头 她的眼中闪亮亮的 我想到一个方法 待会试一下 希望这次可以把大块头做得好吃一些 什么方法呀 小妖好奇地问道 苏菲微笑着说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粉 然后做成糊糊啊 粉条之类的食物 也可以把面饼与其他肉类搭配 可是你怎么改变 它带着酸涩的苦味呢 小妖的小脸都皱在了一起 其实用香料的话 应该可以成功的 但是我真的不想用香料 毕竟香料的价钱太高了 瘦人族根本承受不起 可是不用香料又很难消除它的味道 所以我想可以问问马洛基斯 瘦人族有什么调味料 是既便宜又常见的 然后 笑妖笑了起来 这回你可算找对人了 不过 在这之前 我还要想到一个办法 苏菲神秘兮兮的道 今天我准备用和牛奶和糖来试试 事实上 这种大块头的酸涩苦味 令它想起了地球上的咖啡豆 也许加糖 加牛奶 会有不错的效果 和牛奶 小妖张大眼睛 怎么想到的 瘦族人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东西了 不过我很怀疑 它到底有没有用 做这种美食实验 是苏菲最熟悉 也最喜欢的事情 且不说在季坎普斯城 搞的那些意界创新美食 在地球上的时候 身为设计师和料理宅女的她 就钟爱流连于厨房 这种自娱自乐的活动 像当年 她考制蛋糕 曾博得办公室同仁一致赞美 这一次的实验意义相当重大 如果成功 说不定真的能够得到大面积播种推广 不仅可以解决大陆 因粮食紧缺而引发的矛盾 而且对于人口增长 和社会繁荣都有着作用 试想 如果大家都吃饱肚子 是不是就可以想办法改变环境 提高其他方面的幸福度呢 不过这些都是写历史的人想的事情 对于苏菲来说 也许更享受的是发明的过程 实验终于在小黑和小妖的注视之下开始了 苏菲起来大块头 将它削去皮 切成小块 然后用水系魔法抽干水分 这是苏菲为了节省时间想到的妙招 将来如果兽人足来做的话 可以摊开晒干就可以了 接下来 再用药把它免成粉 用对了和牛奶的水和 用对了和牛奶的水 将粉和成面 看着白白的面团 苏菲忍不住揪了一下 尝了尝 嗯 酸味基本没有了 可是仍然带着色味和苦味 还是不行吗 小妖问道 苏菲手里下意识地捏着面团 不酸了 不过还是有一点色色苦苦的味道 再加糖试试 哼 这回苦味没有了 色味还有那么一点点 不过并不难吃 难道真的嘴在里面加糖才可以吗 事实上 在兽人足 糖也算是奢侈品的一种 普通家庭可是很少会常备的 所以能不用的时候 最好不要用到糖 这有什么难的 把这个粉好好洗洗不就好了 小黑扒了一下耳朵 少见地给苏菲出了建议 哼 急血 小妖翻了个白眼 不懂就不要乱说 怎么想 都学习吗 小黑这么一说 苏菲忽然想起成粉的做法 他拎起小黑的后脖领 瞪大了眼睛 惊喜地望着小黑 小黑 你好聪明啊 习习说不定就不会有味道了 说做就做 他把加了牛奶的面团放在一边 重新用清水将大块头的粉和和成面的面团 再把面团放进水里直接洗 只见面团的体积渐渐缩小 不过还好没有洗掉太多 苏菲坚尝了面筋的味道 味道确实比原来淡了一些 可是效果并不明显 再看看洗下来的溶液 灯把溶液清灼分开 缓慢地将上层的水倒掉 下面的粘性物质晒干和烘干之后 就是成粉 这种成粉的味道淡淡的 带着一点点酸味 很特别 出乎液料的好 这下苏菲有了细心 他又实验了很多方法 发现只要将大块头的粉浸泡 过滤再晒干 酸色味和苦味就基本上都没有了 而且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淡淡的蒲公英的味道 用这种加工后的大块头粉 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食物 比如宽面条 或者烙好了保存的煎饼 吃的时候泡在汤里 甚至用这种粉来煮粥 味道也是不错的 好了 经过多次失败 总算是大功告成 苏菲满意地点点头 尽管这种方法对兽人族来说有些复杂 但是至少不再需要调味料等奢侈品 而且洗下来的成分也是很不错的 相信大块头到了兽人族手中 配合上他们自己的香料 也许还可以做出更加适合他们自己口味的食物来 小妖 树人族那边的环境 种植这种大块头肯定没问题吧 苏菲问道 我是说 他们那边草原性的气候 昼月温差又大 我担心 放心吧 虽然我们没有去过 可是对于那里的环境 我可是肯定知道的比你多大 我进集之后 苏儿所供大陆上的植物分布和特点方面的记忆 又扩充了好多 小妖可爱地直指自己的小脑袋 这个大块头 可是我特意在妖精界里 模拟那里的环境 培育出来的 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那等我们一切准备好了之后 就可以跟亚历克斯大叔去谈判了 苏菲拍拍手 应该可以很顺利吧 这样 他就又了了一桩心事 眼看寒假就快到了 眼看寒假就快到了 苏菲跟着一 苏 苏菲跟伊格纳斯商量 想在放假之前提前进行升级测试 为什么 我没有要求你现在达到这种要求啊 伊格纳斯非常惊讶 伊格纳斯 我想过一个愉快的寒假 苏菲积积眼睛 现在私底下 他跟他相处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平等而朋友方式的表达方式 经历了摄影机和希尔维亚事件 不可否认 苏菲和伊格纳斯本人的影响是极为显著的 在对待练金术的态度方面 已经不再那么偏接了 开始有情绪放松 享受其中的感觉 毕竟炼金术发明 在他追求理想的过程中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再也没有用过无聊和没用 这种形容这门手艺了 尽管在其他人眼前 他还是喜欢摆除 那个文艺青年的老样子 哦 真的吗 伊格纳斯的眼中充满了好奇 苏菲点点头 是的 伊格纳斯 帮帮忙 或许 他瓢皮地转了转眼珠 我应该请西尔维亚老师来帮我求个情 果然 大情圣伊格纳斯立刻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苏菲的要求 近来 他与西尔维亚的关系 已经发展到比较微妙的阶段 两人处在若息若离 好像近又觉得远的状态 两人本来会面机会就不多 见面的一句话 一个眼神都可能让伊格纳斯琢磨半天 担心半天 这种情形 让他对任何有关西尔维亚的事情 都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也不知为什么 自从燕尼和埃托奥来了之后 苏菲隐约感觉到一种紧张和急迫 似乎再过不久 自己的生活即将发生某种重要的改变 或许是因为战争的阴影 更可能是因为要去龙之换大路 不过这种紧迫感让苏菲愉快 最让他纠结的事情已被轻轻放下 与艾薇之间的牵绊 已不再能够左右他 那么他很欢迎这样的改变 不知不觉 来到天家云城已经快一年了 这一年间 真的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和变化 在苏菲的身上 身体、心理和能力都长大了不少 学业的进展自然是最重要的 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对自我的认识 从来没有想到 会经历过这样一种成长 有时候是重温青春期的感觉 有时候又要面对家庭的情感纠纷 老经验和新问题纠结在一起 挑战的不仅是自己的心智和能力 更是对自己灵魂最深处的发觉 也许 现在也还是处于在自己的迷茫之中 但毕竟自己更加自信 也做好了向未来重新出发的准备 比起自己在西坎普斯的时候 现在的他似乎是更清醒一些 如果要去龙之患 对外公、爷爷、奶奶和阿图罗他们 他也会好好解释一番 现在估计外公和爷爷对于自己 关于龙族朋友的解释 一定会特别好奇吧 其实说起来 梅西老师并没有特意让他去隐瞒什么 只是自己见他一副不欲走到前台的样子 也不好将他身份说出去 不过作为龙族的朋友 厌尼母亲承受的诅咒 他觉得自己义不容辞 能帮的是一定要帮忙 于是 近来他开始跟小妖学习魔族语言 好为人士的小妖 对待这项工作 可谓是尽心尽力 除了交给语法、句型和词汇 还认真地督赐苏菲做好书面练习 一旁贪玩的小黑 在苏菲和小妖的威别利诱之下 总算是不情愿地答应下来 也帮忙苏菲练习口语 尽管这种语言 并不比龙族的语言复杂多少 但这项内容 毕竟又使他的学习任务加重了不少 因而 早些把升级测验考完 一方面可以暂时放下 练金术的基础学习 另一方面 还可以增加他学习魔法语言的时间 从一个纳赐的法师塔里走出来 刚刚过河 就遇到了很久未见的爱丽丝 苏菲高兴地和她打了个招呼 总算找到你了 苏菲 爱丽丝蓝色的眼睛 带着几分忧色 她绝了绝嘴 你这个学期都在忙什么呀 社团也不去 找你也找不到 是不是因为你的哥哥成为龙骑士 瞧不起我们这些朋友了 苏菲惊讶地张大眼睛 冤枉啊 爱丽丝 你要找我 为什么不用传讯版呢 我一定会看到的 爱丽丝看起来好像有些疲劳 连原本脆生生的嗓音 也变得有些傻哑 爱丽丝的脸色一暗的 我也不瞒你 其实我最近忙得不得了 确实不太好约时间 而且我是有事情想找你帮忙的 什么事啊 我们边走边说吧 苏菲还赶着去图书馆 昨天约了波林 今天要把她帮找的复习资料 带给她 上学期宝曼撞读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 爱丽丝问的 就是因为你说的那根黑 什么魁道 苏菲点点头 嗯 黑天几魁 宝曼实在太倒霉了 现在她的两个哥哥一死一伤 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她 爱丽丝一脸的委屈 好像被冤枉的是自己一般 可是 她和爸爸似乎也中了那种毒 而且据说成毒比宝曼内丝还要严重 所以我想问问你 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她 看着爱丽丝一脸的期待 苏菲心中 其实非常同情这个沉浸在爱情之中的女孩子 苏菲当然知道 这里面的前因后果 可是现在这种情景之下 好像不是讲出来的好时机 而且 她曾答应过校长大人 对此事要守口如瓶 一旦将其中缘由都告诉爱丽丝 说不定她情急之下 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 会打乱校长大人的计划 对于黑天忌魁 苏菲倒是真的没有做过什么研究 只知道 她的一心基本特性 合在炼金术上的运用 她停下脚步 温柔地对着爱丽丝说道 我其实对天黑忌魁知道的也并不多 而且上次我已经把全部都告诉你们了 如果宝曼父亲中毒的程度 比宝曼内斯还要严重的话 恐怕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真要那么容易 也许地球上的戒毒所就不用开了 什么 这是真的吗 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爱丽丝的脸变得苍白 可是如果她附近出了什么意外 那宝曼叫 苏菲无奈地看着她 爱丽丝陷得太深了 其实也许 黑天忌魁属于慢性毒 如果逐渐减少摄入量的话 马库斯家主暂时应该问题不大 最主要的是 你们得早些抓住想要害她的人 还是上次的那批人吗 他们又从哪里弄来的黑天忌魁呢 毕竟这种东西来害人的并不多见呀 似乎只有这样的安慰和暗示她 但愿宝曼不要伤害爱丽丝 那颗爱着她的心 哎呀 爱丽丝叫了起来 苏菲你说的真的 逐渐减少摄入量吗 苏菲苦笑一下 我真的没有研究过 只是说也许吧 她随之叹了口气 那如果没有天黑忌魁了呢 爱丽丝听出苏菲话中的不确定 苏菲摇摇头 再摊摊手 假如中毒很深的话 又突然断掉 也可能会没命的 怎么会这样啊 爱丽丝焦急地紧紧抓住苏菲的衣袖 似乎想从她身上得到一些安慰 还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呀 你知道 要抓住那些坏人 可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办到的事情 苏菲 出了什么事 一个声音突然插了进来 紧接着 西蒙出现在他们两个面前 爱丽丝被西蒙的声音惊了一下 她赶紧松开 紧紧抓着苏菲的手 啊 西蒙 没事 西蒙的到来 让苏菲在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爱丽丝的心情她很理解 可惜 对付黑天忌魁 现在她真的是帮不上什么忙 甚至连宝曼的真蜜目 她都不能坦白告诉她 对此 作为朋友 她感到非常的内疚 苏菲 爱丽丝的神色逐渐平静下来 她苦笑着说道 我刚才确实有一点太着急了 不好意思 无论如何 我都要谢谢你 那我先走了 你们聊 你们聊 不论